南投市的福山社区 积极推广防治家暴价值观 在小旗舰计划中 加入防治暴力一系列课程 邀请讲师到社区开设讲座 未来更将成立儿童家暴志工队 保护社区里的每一位居民 为什么要提供暴力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多多社会上太子太子的暴力 暴力的信念 讲师诉说着社会上 所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例 向来听课的居民说明 要如何防治家庭暴力的发生 南投市福山社区积极推广 防治家庭暴力观念 特别在小旗舰计划中 加入防治暴力的一系列课程 邀请到讲师来进行讲座 未来也会成立儿童家暴志工队 来保护社区居民 积极地宣导 让社区的居民能够了解 怎么样子遇到暴力的时候 如何做一个通报 如平常如何家户的 互相的一个社区的联网 所以我们未来 最近正积极在筹划一个社区 尤其是儿童家暴的一个 官法的志工队 在社区的各个角落 我们希望每个角落都能够 不要虚遗漏 讲师表示 防治家庭暴力观念 除了要用文字来解说之外 更要用实际的故事 跟经验来说给大家听效果最好 并搭上口号 轻轻松松来了解家暴的防治观念 你我同心其具力量 你我同心其具力量 这是我用实在的案例来跟大家说 我们社会上新闻书童 看到很多孩子放在胎 或者是除了家庭以外 还有校园的还有社会的暴力 我就为很多方便来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有的是公威公了不好使 激怒了对方 所以引发对方武器的暴力的倾向 所以怎么样去沟通也是很重要 社区是最接近地方居民的一个单位 因此社区发展都会大大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福山社区也希望藉由一系列课程 让大家了解如何防治暴力发生 或者是遇到暴力的时候 如何应对逃救兵 打造幸福快乐临暴力社区